大家好,我是杨雪,已经在这住了两天了,新疆塔城地区的沙湾市 听到沙湾这两个字,列位,有没有想法跟我一样的 沙湾大盘鸡啊,在全国都非常非常出名 况且对于我这么一个啊,现在对吃这么喜欢的人来说,一定要去吃一顿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周围的大盘鸡店真是太多太多了 我就问了一下,停在旁边的,刚才有一个司机大哥 大哥跟我说,你去,我就推荐你去杏花村这家店 说是沙湾大盘鸡当初的创始人之一啊,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所以走着列位,咱们出发啊 其实本来是可以订个外卖送过来的,这很方便啊 但是我想了一想,没有仪式感呀,咱必须得去店里刚出锅的 要吃一顿才对得起,沙湾吃大盘鸡,是吧 这是咱们房车环游中国的第268天,现在总的行驶里程已经达到了30676公里 住车这个地方呢,叫做沙湾影区员 看到了,车非常的少啊,很清净,旁边卖西瓜的,一块钱一公斤 哈密瓜是一块五吧,好像是两块啊,我都忘了 葡萄也特别的便宜,七八块钱一公斤 很近啊,离着咱们住车的地方,右前方各式各样的大盘鸡店 这边都管自己叫什么什么总店,这个总店,那个总店 他们也会简称大盘鸡为大盘 这就前边了 走 你好 一位 这都是大盘鸡吧,是吧 这个有动盘 三方鸡有动盘 但是土鸡是咱们的特色 对 这个包含面片吗 嗯,不包 不包含面片 下面面都是三粒端的 我一人是要多少面片啊 一份面就够了 啊 那我要一个这个吧,大份的 要一个是第二 对,然后做好了以后,您就给我放这个 我在车里吃 在车里吃 对,一个多盘子过也就行 然后要剩下我就正好打包 对吧 加一份面 还有点别的吗,不用了吧 够了,你一个人一个鸡就够了 行,行,那就这么定了 辣吃辣是咋样 微辣,就是小一点辣椒 辣椒少一点 对 可以可以 那我就车里等您了 好 谢谢 酸奶酸梅汤 搭配那个大盘鸡哪个好一些啊 喝哪个 喝哪个 哪个都好呢 那就 酸梅汤吧 酸梅汤啊 一个 一个 这个车上你一个人吗 对,就一个人 哦 我找到可能拉了好多人吧 哈哈哈 哎呀,所以点大盘鸡都不太方便 我要了一份 打包吧到时候 打包,不过你房车有冰箱嘛 对 到时候你这么热一热 是 再吃 是 多少钱呢 这个 六块钱 六块钱 在新疆玩的吗 嗯,对啊 玩好久了 哦 你拉的就是 摩托车 摩托车 嗯 有些地方就把车放点 然后再骑摩托车玩 对 它有些地儿 开不进去 所以只能骑摩托车呀 走一些草原呀什么的 你玩了几个月了 我出来这是二百多天了 二百多天了 对 过年都是在外地过的年 啊 行 啊,你好 哇,这么大一盘了 谢谢 哇,列位,这也太大了吧 这么大一盘子 要不然那个大哥 包括这个饭店的人都说 我要半份就可以了 你们看看啊 哎哟 汤洒这儿了 没关系没关系 小臂的长度啊 啊,好香好香啊 这是整一只鸡吧 还有这个面片 哎呀,饮料也走起来 哎 我看了一下这饮料 还不是普通的酸梅汤啊 它底下是有这个 这是什么呀 底下有一些 果子之类的 嗯,干杯 哎呀 尝一口啊,尝一口 来,你们先来一口 好啊,吃点啊 嗯,入味儿,非常入味儿啊 好吃 嗯,新疆的大盘鸡 果然名不虚传啊 更何况是沙弯的大盘鸡 我给小飞也拜一会儿 难得来一趟是吧 这块没骨头 来 你这是 啊,沾了谁光了 既沾了我光 也沾了大家的光了 对不对 看这里边都有什么啊 青椒 土豆 跟咱们内地的配料差不多啊 这是什么呀 葱还是什么呀 但是没有洋葱好像 对,没有洋葱 他们这边是没有洋葱的 这边洋葱叫皮牙子 皮牙子 这边有点坨了 这旅行啊 不光是看风景 看人文 以前我对食物根本就没啥太多感觉 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吃一样 而且没什么兴趣 现在真不一样了啊 到一个地儿 不吃点好东西 就觉得 就觉得白来这个地儿 有点的感觉啊 也可能是自己 确实是在外边 哎呀,厨艺 还有进步的空间 做的东西不太好吃 所以在外边就想吃点好东西 嗯 新香的面 筋道 配上这种入味的沙盘 大盘鸡 绝对 太完美了 放个音乐吧 好 听着音乐 看 外边就是街景 路过行人和车辆 就是沿途的风景啊 吃着 还享受 实不相瞒啊 我居然吃了一个小时 辣得我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是太好吃了 真的啊 吃完了以后 就打包了两大碗 看看这碗 超大的碗啊 量太足了 大盘鸡一百二十块钱 面片是五块钱 小飞儿也爽了 我给他吃了两三块吧 小飞儿这两天的日子 苹果也吃上了 西瓜也老吃着 哈米瓜也老吃着 这家伙 等这个凉了 我给他放冰箱里就行了 跟大家说是接下来的线路吧 有一个变动 如我把我这个 小的指挥地图取下来 先整体的回顾一下啊 去年九月 从北京出发 开始混中国行 这一片 是去年九月 到今年四五月份 的一个线路 然后今年呢 是依旧从北京出发 走内蒙古 宁夏 甘肃 四川 西藏 到达现在的新疆 上一次咱们 画到了到 巴音布鲁克 在独库公路上 在巴音布鲁克 这住了两晚以后 继续往北走 继续往北走 沿着独库公路 到达敲尔马 敲尔马就是这个位置 住了一晚 有朋友说在我每次标记的时候 住的地方可以标一个点 好吧 听你们的 继续往上走 到达独库公路的起点 独山子 在这儿住了两晚 然后往东走 往东走呢 现在咱们在沙湾 这个位置 住了两晚 哈哈 接下来呢 我会朝着乌鲁木齐 这个方向来走 到乌鲁木齐以后呢 我会回一趟北京 休整几天以后 再会回到乌鲁木齐 继续房车环游中国 至于接下来 是去往北 喀纳斯一带是看秋景 还是说往南 再感受一下抑郁风情的话 就再定吧 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行程 鲁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十盒子的姑娘一枝花 哎呀 一句俗语 道出了这儿的姑娘 真是挺漂亮的啊 严肃点羊群 别走提姑娘 是不是 好吧 那说什么呀 还是说吃吧 十盒子的盘桃 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 对吧 盘桃 这儿的盘桃 据说是所有当中 所有水果当中 含铁元素最高的 所以呢 对于贫血 高血压的这些症状 是有很大的溢出的 哇 很严肯吧 很严肯吧 有很大的溢出的 我们下来的